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在7号下午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 并且发表讲话 习近平表示要让绿水青山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他还强调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登记民生福祉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天下午将举行第二次全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将会做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人大代表小组会议将会审议 包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在内的三个草案 国新办也将会举行发改委专长记者会 新华社发表国际时评 题目为落实爱国者治港符合国际惯例 文章强调落实爱国者治港不仅是人心所向 更符合国际惯例和基本政治伦理 中方维护香港防荣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 爱国者治港必将落实 美国国务院在7号表示 美韩就第11份驻韩美军的军费分担安排 拿上了临时协议 韩国将会增加分担军费费用 并且具体数目仍待公布 有分析称美韩双方都希望 在美国国务卿和防长本月访韩之前 解决军费分担问题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基各 7号前往曾经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的 部分伊拉克北部地区 他呼吁基督徒宽恕穆斯林极端主义者 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 并且继续努力不懈地重建伊拉克 今天头条一起来关注到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号下午参加13届全国元大四次会议 青海代表团审议 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会上多位代表就玉树灾后重建新变化等问题发表意见 习近平不时询问同代表交流 玉树这个建设的情况 我都是非常关心的 谢谢 也非常高兴 你讲到了人们通过抗震救灾 通过扶贫攻坚 看到了党的关怀 党的力量 真正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啊 也都能过上健康 现代 幸福的生活 玉树的将来那就会更好 我也牵挂玉树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 习近平做了讲话 他希望青海把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部署落到实处 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 不断取得新成就 书写新时代青海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 要结合青海优势和资源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绿色有机农续产品输出地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设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指出 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 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任 必须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 保护三江源 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 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 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习近平强调 要着力补齐民生短板 破解民生难题 兜劳民生底线 办好就业、教育、社保等民生实施 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 要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培育文明相逢 建设美丽宜人的社会主义新乡村 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多为各族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 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促进各族人民大团结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完善公共安全应急响应体系 及时排除各类风行隐患 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更多有关两会的消息 我们也离开了连线本台主北京记者胡林 来了解一下 胡林你好 今天两会将会有哪些议程安排呢 好的我们看到在人大方面 今天上午九点 代表小组会选议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 议事规则修正草案 以及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国新办会在上午十点钟 举行发改委的专场新发布会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十三届全国人大次次会议 要审议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那么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看到今年发改委的记者会 是专门放到了国新办方面来举行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宁吉哲等官员将出席 中国经济进入到新时代之后 如何提升发展的效力和质量 如何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 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运转 那么同时在完成了脱贫攻坚之后 如何更好地与乡村振兴来进行有效的衔接 可以说都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在下午的时候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将会举行第二次的全体会议 全国人大乘务会员长栗战书 将会做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也会分别做工作报告 我们看到在2020年底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历史上首次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可以说在今年年初 首个依法治国建设的专门规划也出台 标志着法治中国建设 开启了一个新篇章 同时备受社会高度关注的两个报告当中 预料也会进一步披露 有关于扫黑除恶和反腐败等 中大案件的巡洁情况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报道 另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 要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品质发展 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科研和经济发展关联更加紧密 从这些表述里面也可以预见到了 中国科技和经济的明天 我们一起来看两回观察 中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 根子式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 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全球竞争时代 中国需要科技攻关加大投入 实际上科学技术 它有相当的部分 它是没有产出的 特别是基础研究 理论研究是没有产出的 而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这一块 它解决的正是从0到1的突破 那没有这一个东西的话 你只是还是在跟在别人的后面 做所谓的产业转换 人家的技术 然后你拿过来 甚至是模仿过来进行追赶 这样的话 进入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 特别是全球竞争的这个时代里 的这个过程中是很难适应 所以没有自己的所谓的自主的技术 主导性的技术的话 那在全球竞争中很难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中国强调科技自主创新 那说到科技呢 就想到中国邻国日本 日本当年是怎么样走上一条科技立国之路的 政府学界企业之间联动 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日本呢占据科技高地的精力 对于中国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和借鉴 从日本80年代90年代 这两个十年这个跨度上看的话呢 日本始终是把科技立国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 一个政策在执行的 也是对美斗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 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 泡沫经济崩溃 那金融 日本的金融整体上 应该说是受到了美欧的集体的这种打压 那应该说釜底抽薪 这样的一种局面下 那在1995年的时候呢 日本提出了这个科学技术基本法 这个基本法的通过 为它今后的五个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 从科技立法到产学研良性互动 他山之时可以公寓 提升经济水平与科技能力相符相成 全球都在探索这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政府投入 随着政府科技投入的增加 队伍的这个健全 研究能力的提升 特别是跟这个海外留学 归来以及国际交流的扩大 这样的一种过程中 相信今后中国也会迎来 这个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诺奖得主 这个是不成功的问题 科技创新是人的事情 势在人为 中国人是举世公认聪明的民族 中国人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争取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占领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做法未必是冲着得诺贝尔奖而去的 方式路子对了 在自然科学领域 中国人拿到诺贝尔奖 其实也是水到渠穷的事情 但更重要的是让全体中国人过上可感知的高质量生活 凤凰卫视蒋晓峰付托 北京报道 好 先关话题 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宋忠平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宋先生您好 陈先生早 科夫我们谈一谈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呢 那么在今年的两会里面 科技创新成为一个主话题 包括有很多代表委员都谈了相关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那么从中国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的话 首先需要提高的就是基础性 那么科技创新无论是在自然科学 包括其他相关的工程类科学里面 都比较强调的是一个创新 这里面体现在三方面 你想为什么基础科技包括科技创新比较难 首先呢 它就是要有很强的基础性 另外呢 就是一个长期性 还有呢 就是一个高投入 那么未必会有产出 这个实际上对于科技装新来讲的话 有一些国家是无法承受 你像这种基础性 就是要在基础问题上要打牢 那么基础在哪 基础实际上是在于教育和培训 这个事情做好之后的话 那么基础才能够真正成为支持科技创新的一个砝码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长期性 那么从中国的制度来讲的话 是具有很强的优势 比如我们针对一项科技 针对一个科技创新 我们可以十几年 几十年干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性的重要体现 那么从整个科技投入来看的话 也是一个高投入 你看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 不断的在加大科技创新 在整个GDP 包括国民投入中的一个比例 这样才能确保在各个领域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收益 中国现在也不断的在强化基础科技能力方面的投入 不仅仅是国企 包括民企也在不断的强化基础科技领域的投入 这样的话就会让整个科技能力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现在确实有卡脖子的地方 比如在半导体芯片 在人工智能各领域 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断的进行围追堵截 进行各种各样的卡脖子 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坚持 最后实现我们基础创新能力不断的提升 这个也是我们重中之重的任务 好的感谢宋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日行在东京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 福田对于中国抗疫成功表示了赞赏 也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他表示日本支持中国的发展 中国のコロナの対抗することについて まずどう評価されるのか そしてもし日本と中国が協力できることがあれば どの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 お聞かせ願いますか それに強い意志を持って統一的にやられたということが 効果を非常に顕著に表し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従って経済活動 これにこの面においても非常にうまくやられたでしょう いち早く回復基調になり そして昨年度もプラス成長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ね これは他の国々から見ても 他の先進国から見てもですね 羨ましい状況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う国も 多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ように思います 中国の改革開放からもうだいぶ何十年も経ちましたけれども この改革開放の成果というのはどのように見ておられますか それ以外の発展は目覚ましいと思いますよ そして2020年になったら今になんと3倍になっていると 日本の規模も3倍ですよ そのぐらいにまず成長したんですよね 我々はやっぱり応援してよかった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ますしね これからも順調に安定的に 世界に対して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これは私たちの正直な気持ちです 富皇威士 林淼 聖金正盛 蒋文斌 日本東京報道 米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幹事瓦罗瓦亚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中国始终是多边主義的有力倡导者和践行者 在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的前提之下 双方合作和区域性合作 能够協助多边体制顶住疫情的冲击 罗瓦尼 挪亚对于本台也表示 他对未来充满乐观 在谈到中国对于维护多边主义 国际合作 抗击疫情的贡献时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幹事瓦罗瓦亚表示 健康危机已经演变成经济危机 人道主义危机和人权危机 他相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会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推动全球化发展进程 And pandemic exactly showed us how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dependent we are pandemic disrupted our traditional way of doing business, of living, of working so I really hope that China would show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partner in multilateral system And it will really participate very actively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genda 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贸易萎缩 The world managed to survive these pandemies The world managed to find solutions And the world managed to get stronger after all these experiences So I am absolutely optimistic that if we work together If we show solidarity If we do not leave anybody behind If we go on with our activities mandated activities We will come strengthen Thank you Thank you 韩国将会增加分担的费用 本月中访问日本之后 再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累计病例 目前已经超过了1亿1700万例 死亡人数突破260万 美国单日新增将近5万例 累计确诊超过2968万例 超过53万人死亡 巴西也新增了6.6万例 累计1093万多例 在欧洲方面 俄罗斯新增超过1万例确诊 累计确诊超过432万人 法国和意大利 代理都新增2万例 累计确诊分别是396万以及306万 在印度 累计确诊达到1122万例 累计15万人死亡 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确诊病例都将近60万 南非累计病例152万多例 依然是非洲大陆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以色列确诊病例就突破了80万例 日本在有医疗从业人员接种辉瑞疫苗之后 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这也是日本境内接种疫苗的超过4.6万人当中 第三例出现过敏反应的情况 而奥地利两名女子接种同一批次的阿斯利康疫苗之后 也出现了不良反应 其中一人死亡 当局在7号宣布暂停为民众接种有关批次的疫苗 奥地利媒体报道 两名女子都是在北部地区一家诊所当护士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 其中一名49岁女子出现严重凝血障碍死亡 另一名35岁女子就出现肺栓塞 目前正在康复 卫生部门说 凝血不是疫苗已知的副作用 没有证据显示 两人的情况与疫苗存在因果关系 但会暂停为民众接种受影响批次的疫苗 作为预防措施 阿斯利康发言人表示 测试及实际接种都显示疫苗安全有效 目前还没有确诊的严重不良事件 所有批次有严格质量控制 会配合奥地利当局调查 在日本一名30多岁女医护7号接种辉瑞疫苗 5分钟后出现呼吸困难 喉咙不适等严重过敏症状 她此前对特殊食物 动物 杀虫剂有过敏反应 两名接种辉瑞疫苗的女子 日前也出现过敏反应 但之后身体有所恢复 当局已要求各医疗机构 如果接种者过去曾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在接种疫苗后要观察约30分钟 至于其他接种疫苗者 至少也应观察15分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方面 香港卫生署在7号公布了两例 怀疑涉及和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严重的异常事件 根据香港医院管理局提供的资料 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名80岁的男子 本身患有糖尿病 颈动脉周样硬化 高血压已经曾经中风 她在这个月6号到明岸医院急证室求医 初步诊断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 目前情况危怠 她在入院前的5天 曾经在元朗的一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接种新冠疫苗 而另外一宗个案涉及一名72岁女子 本身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以及甲状腺功能不足 她曾经在这个月6号 在将军奥体育馆社区接种疫苗 而目前在威尔斯亲王医院 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我们再来关注香港经济日报 引述内地科技日报的消息 指出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和陈薇的团队又分别投入到了新的新冠疫苗研发 钟南山团队将会改善mRNA疫苗的保存条件 改善目前只能够在设施零下70度或者是零下20度储存的限制 另外陈薇团队将会尝试和纳米技术进行合作 将会以纳米颗粒作为疫苗载体进行研究 另外再来关注到中国最新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 内地在6号新增13例确诊 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其中四川7例 广东4例 上海2例 而当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 同样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内地现存确诊病例当中以广东最多 其次是四川和上海 港澳台方面香港在7号新增16例确诊 13例本地病例当中有5例源头不明 台湾则新增2例境外输入病例 患者分别是自印度和菲律宾入境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下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在6号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分别会见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以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成 韩正充分肯定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过去一年在防控疫情疏减民困 恢复经济方面所做的工作 他表示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中心任务 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工作 要认真落实好接下来全国人大做出的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香港基本法两个附件进行的修改 做好香港本地立法相关工作 确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希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再接再历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要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组织做好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工作 要抓住中央支持建设 恒情与澳深度合作区的机遇 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在助力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发挥积极作用 林郑月娥 贺一成表示 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 澳门发展的大力支持 将按照中央要求 积极作为屡职尽责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夏宝龙参加会见 铺铛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在7号也分别参加了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香港代表团 澳门代表团审议 韩正在认真听取 香港澳门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发言后表示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在特区行政长官 和特区政府带领下 香港澳门着力防控疫情 恢复经济 疏解民困 取得了积极成效 韩正指出 近几年来 特别是2019年 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 香港社会出现的一些乱象表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 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 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意义重大 也是一项紧迫任务 一个是国家安全 一个是选举制度 中央在对这些问题上 是十分慎重的 经过了深入的研究 全面的分析 过程中间 包括国安法 包括这一次的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 这个过程中间 深入论证和研究过程中间 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包括香港 特区政府 主要官员的意见 而且是反复题 韩正强调 爱国者治港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意 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是一以贯之 从未改变的 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 确保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 确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准确把握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始终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 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始终坚持依法治港 韩正对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工作 予以充分肯定 希望大家请免尽责 奋发有为 全力支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和修法 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 解决经济民生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支援 做出新的贡献 凤红一事综合报道 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工作 包括了加强选举委员会功能 也会审查参选资格 可以有效地防范外部势力干预 堵塞现有的漏洞和缺陷 而在十四五规划当中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 也可以帮助国家防范金融危机 正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接受凤凰卫视全国两会云采访工作室访问时表示 全国人大将审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将加强选举委员会的功能 包括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 另外增设审查参选资格功能 可以有效防范外部势力干预 谭耀宗表示 有关草案会在闭幕时表决通过 之后会授权于人大常委会 跟进改善法律的工作 然后会交给香港特区政府进行本地修法 另外十四五规划提出 要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 谭耀宗说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不错 在人民币数字化可以发挥 也可以帮助国家防范金融危机 规划又指要完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与内地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机制 谭耀宗认为 香港跟其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在中医药和文化产业上 都有合作和发展空间 谭耀宗说 如果让大湾区先行先事 有关产业必定有兴旺的发展 凤航卫视叶子化香港报道 新华社在7号发表国际时评 题目为落实爱国者治港符合国际惯例 文章强调落实爱国者治港不仅是人心所向 更符合国际惯例和基本政治伦理 文章指出 由爱国者治国是国际公认的基本政治伦理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其治理机构成员 背叛国家分裂国土 这么一涉及中国西方一系势力就又开始了双重标准的表演 文章又说 很长时间以来一些西方势力利用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 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主权 这些行径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稳定 严重损害香港民生福祉 中央政府不可能做事不管 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将大大压缩反中乱港者 及为其撑腰的外国势力群魔乱舞的空间 是左眼长远的治本之策 公道自在人心 日前白俄罗斯代表70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重申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区实行一国两制 顿促有关方面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文章之后说 中方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 坚定不移 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必将得到落实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当前两岸局势持续的紧张 全国人大代表海协会会长国台办前主任张志军 书面回复本台记者提问 谈到了大陆停止进口台湾菠萝 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既没有意愿 也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只能靠污蔑大陆来回避自身责任 大陆海关因验出有害生物 从3月1号开始停止进口台湾菠萝 台湾岛内称这是大陆政治考量打压台湾 全国人大代表海协会会长国台办前主任张志军 在书面回复中强调 农产品安全问题同农业生产生态安全 食品安全及人民权益息息相关 海关之法是防范植物疫情风险 保障人民权益的需要 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刻意歪曲恶意解读 借机攻击抹黑大陆 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 凡是涉及两岸事物都要进行恶意操弄 说明他们既没有意愿 也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只能靠污蔑大陆来回避自身的责任 包括重回国民党有意禁逐 2024大位的著名媒体人赵沙康 在内的不少台湾人称 大陆禁止波罗进口 是直接向台湾民众施压 这样只会让台湾人失去对大陆的信心 张志军没有直接回应 大陆是否是在直接向台湾民众施压 他阐述大陆会台政策 强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血浓于水 批评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违逆两岸同胞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动辄歪曲转移焦点 攻击抹黑大陆 不断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隔阂和对立 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委定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明辨是非 自有共睿 对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机会 是不是越来越渺茫 张志军在书面回复中没有正面回应 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大陆愿意以最大诚意 仅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张志军最后强调 如果台独分子一意孤行 甚至是停人走线 大陆方面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坚决翡翠 对台独图谋 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凤凰卫视 霍维维 夜不见 北京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还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卢冠飞介绍一下 冠飞你好 前次早安 台湾的报纸消息首先关注 苦水期到来 加上长时间没有下雨 南台湾的汉象未解 现在水情严峻 台湾行政院下下的农田水利会 举办了祈雨祭典 邀请台中市长卢秀燕担任主祭 但领签名的信仲 前程祈雨 最终获得应允 对于外界质疑过于明信 庙方认为有败有保佑 卢秀燕也希望透过成心的参拜 能够天降甘霖 台北的报纸消息继续看到 台湾的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台湾官方有鉴于帕劳 至今都是没有确诊个案 加上疫情的接种率已经达到17% 有意推出旅游气泡 一减民众疫情期间 无法赴海外旅游的苦闷 官方初步规划以团进团出的方式 帕劳的旅客来台 登机前需减负3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台湾的旅客则在入境帕劳之后 在海关做血清的抗原快筛 预估本周三会有最终的决议 台北站也会对您来了解相关消息 台北的采访重点关注 今天是国际的妇女节 国民党为了庆祝同时呼应 目前正在推广的反莱猪顾时安公民投票 上午将举办实在好安心的包水饺活动 详细情况台北站也会带您来掌握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早班车的重点 把时间交还给陈子 好的 感谢官飞 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在上周是个别发展 科技股走弱 脱了纳斯达克指数连续第三个星期下跌 而展望本周 投资者关注纾困计划落实情况 通胀数据以及债息走向 美国股市上周走出反复震荡行情 指标性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 为市场带来负面情绪 不过周五发布的二月份就业数据理想 为大盘带来提振作用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周累升了1.82% 标普500指数也升了0.8% 扭转了之前两个星期的跌势 但科技股走势疲弱 反映科技部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全周下跌2.06% 是连续第三个星期路德下跌 本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不多 市场较为关注的包括周三发布的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周四公布的上周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以及周五出炉的三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 美国参议院已经于上周六通过纾困计划 市场虽然预期措施可以推动美国经济进一步上扬 但同时可能引发通胀 并让国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 对股市造成冲击 另外美国财政部会在周三发售 30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库券和240亿美元的30年期国债 分析师认为发售结果会对债息有指标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说到美债收益率走高的影响 亚太区股市在上周跟随美股走出了震荡格局 港股在上周也上演了过山车的行情 香港股市在上周一在科技股显著的反弹之下 恒升指数上升了超过400点 第三旧经济股发力带动了大盘急涨超过700点 触及全个星期最高位 周四和周五则是受到美债收益率的回升影响 恒指一度跌穿了29000点 最终是小幅回软 累计全周恒指仍然上升了118点 涨幅0.4% 掌握本周市场将会聚焦 北京两会期间可能释放的消息 另外美债收益率是否能回稳 也将是主导港股大盘的因素 好 去一下广告 下集回来等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在7号前往曾经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的部分伊拉克北部地区 他呼吁基督徒宽恕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 并且继续努力不懈地重建伊拉克 而方济各在当地出席一个万人户外弥撒之后 当晚返回巴格达 伊斯兰国组织曾在2014至2017年占据摩斯尔 方济各在一个被四所教堂废墟围绕的狂场 为战事中死难者祷告 并且放飞一只鸽子以示和平 有当地牧师向方济各异述在伊斯兰国下的生活 至2014年带着500个基督徒家庭逃出摩斯尔 如今只有70个家庭剩下来 方济各表示 古老宗教场所被毁 成千上万的人被恐怖主义杀害和破迁 是残酷和野蛮的事情 重申与残杀相比 博爱更持久 而希望与和平比仇恨与战争更强大 方济各之后游到伊拉克最大的基督徒聚集地克拉克斯 当车队使到圣母无缘罪主教堂时 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道上假道欢呼 这座教堂曾在伊斯兰国组织占领期间遭到破坏 现实已得到修复 方济各在座堂内向民众送上祝福 并且勉励民众 即使在战争或议政大流行的时候 都不要放弃 不要时局希望 教宗其后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 埃尔比勒的体育场出席大型尼萨 由数以千计民众参与 外界关注教宗出访令大批民众聚集 可能令疫情不断恶化 梵蒂冈强调会采取预防措施 教宗及其代表团成员已接种疫苗 当地部分地区实施销信 以防病毒传播 凤侯一世综合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历史性的访问伊拉克 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信息 重申支持伊拉克 保持稳定和平团结 以及捍卫主权 宗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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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在其他旅行的访问伊拉克 Shi as Muslims they discuss a great challenge the humanity face in this era to force justice, stabilities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the war's act of violence economic blockade displacement and so on pointing out the role of religious authority blading of protecting minoriti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terrorists seized fast eras in several Iraqi provinces after conveying his historical visitor Sistani the babwean to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Francis calls on the faithful to respect common humanities letter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affirm peace and unity in the war-torn country bab is here to re-annoy se sectarianism violence condemn the language of women's influence in the community while visiting home of Abraham the father of all religion he has the fortune to practice plugimage the father land ou falaam yajur al-iraq papa b assured in his prayers that it is a time for this place to return back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back up their plan the second is to end lond the case of conflicts sectanism ethical background disputes the third message is to pray for mankind to save her from that covid-19 his holiness papa francis and his historical visit to missabertini pray for mankind peace and prosperity hosein al-fotrussi finex tv irak bagdad 中非洲国家 赤道几内亚 一个军营在7号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 500人受伤 事发在当地最大城市巴塔 出示军营几乎是遭到疑评 周边的社区民房也受到严重破坏 大批民众在瓦砾堆当中 协助搜救失踪者 由于大量伤者被送到当地多家医院救治 卫生部呼吁人们前往医院献血 并且号召医疗志愿者支援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扬表示 事故是军营疏忽使用炸药引起 美国白宫要求电脑系统运营商加强防卫 以免系统受到黑客入侵 美国大型软件商微软在上周确定 旗下的Outlook电邮系统 存在了漏洞 被黑客利用成为入侵美国企业的渠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报道 总统拜登将要求成立工作小组应对事件 报道引述了美国官员指出 受疫情的机构包括了州和地方政府机构 也可能同时涉及美国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组织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提示 如果有企业怀疑资料外泄 可与当局联络 而微软早前认为事件是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 所为 但是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 有关方面在定性网络事件时 要寄予充分证据 而不是无端的猜测之责 美国总统拜登在7号签署行政命令 将会拟定方案让民众投票变得更加便利 在2020年,我们很重要的民族 在2020年,我们很重要的民族 甚至在中央的疫情 更多美国人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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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在这些努力的民族 我们看到了不过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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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在行政命令当中 指令联邦机构 在200天之内提交报告 拟定扩大选民登记 以及向选民发送选举资讯的方式 拜登同时也指示 美国政府首席信息官 革新提供这些资讯的联邦网站 以及电子设备 而行政命令当中 同时也指示 联邦机构要支援各州的选民登记工作 以及拟定措施 加加联邦雇员 海外选民 以及现役军人投票的渠道 凤凰早班车 祝你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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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